台南有民众把他的车子放在户外 但过没多久赫然发现在挡风玻璃 被密密麻麻的蜜蜂给包围住 不仅如此 还有机车骑士把自己的安全帽挂在后照镜上 一样是没过了多久 这安全帽里头也是钻进了一大批的蜜蜂群 吓得赶紧通报 市政府的农业局的捕蜂人员到场处理 事实上农业局的表示说 这应该是所谓的蜜蜂蜂线下 尤其在春夏之际刚好是蜜蜂采蜜的季节 所以不管是都市或是乡村 常常都会有蜜蜂出没 而这所谓的蜂巢之下 就可能是一个蜂巢 出现了一只以上的蜂王 因此多出来的蜂王就会离开原本的巢穴找新家 这时候就有一批的蜂群也会跟着随之离巢 因此在这个蜂巢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短暂停留在适合的巢尾 不过这也是暂时性的现象 且民众也不必多加害怕 以上社会掌握到在台南 请先一下欢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